Lun Sang 无线电 所以某种程度来看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无线电的应用 其实都是要透过这个所谓的 电离层来进行传输 主任您是太空以及电离层研究的专家 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 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的电离层是什么 电离层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作用跟重要性呢 电离层是在191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所发现 在我们人类透过地磁的量测 发现了有些地磁的变化 日夜变化并不是从地底下来的 而是从天上来的 那后来人类再进一步进行所谓的太空探索 发现了就是说 在这个地表以上大概100公里以上的时候 会发现有 有代电离层存在在这个空间里面 那之前是完全人类当没有办法进到太空 早期的时候不知道说原来会有这些代电离层存在在这个太空 那问题是这些代电离层存在太空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而当我们人类呢 在地表的时候打了一些高频电波 这些高频电波通常就是从3MHz到30MHz 他会发现有一个区块的高频电波 可以当你垂直路射到100公里高 甚至到300公里高的时候 他会反射回来 所以很聪明的人类就会利用这样一个特性 进行所谓的跨地平通讯 比如说你从亚洲一个地方 传一个讯号跨过太平洋到美洲进行通讯 远距离通讯 那现在当然有所谓的海底电缆 所以其实通讯变得非常方便 可是在早期 如果你要进行这种跨地平通讯的时候 你就得借助电离层的这样一个特性 把它反射下来 你才能收到这些讯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